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路 继续在Stock 看成Modern这个屋苑 上一条片的那间9万磅应该就没了 始终那些单位都是抢手的 而且它的数量真的有限 不过不要紧 我们今次看这间三房的半独立屋 都非常受欢迎的 价钱都非常吸引 我想大约是22至23万英镑左右 我们先看看桌面 这间屋的尺数是823尺 管理费就大约190磅左右 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新看一些看楼的影片 他会问 咦 什么独立屋 屋仔都有这些管理费的吗 不是只是宅宅才有的吗 现在英国大部分的新楼都会有一个管理费 那些管理费呢 他们就说拿来收了些钱之后 就做一些绿化的工程啊 铲啊 草啊 保持回屋苑的容貌啊 一般的管理费呢 大约都是百多磅到二百多磅一年 但是这些管理费呢 都是会每一年加加的 如果不想给管理费呢 可以看一些旧楼啦 旧楼可能就不需要给管理费的 讲回这一间屋呢 其实它价钱便宜最主要的原因呢 它那个位置上面真的不是太好 是stoke啊 大家可能买楼之前呢 都会做一些research 看看各区的地区好不好 治安啊 犯罪率啊等等 通常找到stoke on trend 这些地方呢 一见到呢都会立即不考虑的 没错的 stoke这个地方的市容呢 的且且就不是太理想的 但是我都跟很多过来的香港人聊过天呢 其实他们已经是不会再关心 自己家周边的治安问题的 很多人也是不再记得这一样东西的 那就是证明一样东西啦 其实住在英国的治安呢 又不是真的大家想得那么恐怖的 再好的区呢都一样会有治安问题啦 偷车啦等等啦 都一样会经常发生的 所以这些20多万的新楼呢 其实都适合一些budget较低的朋友的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呢 他留言呢就是说 stoke呢要什么就没什么的 十七九空啊等等啦 这些留言呢 其实就突显到香港人很叻那一面 就是认叻那一面 其实stoke呢本身都有一些很大型的店头 例如他有一家很大型的B&Q啦 有一家model shop的马沙啦 亦都有一家比其他Tesco extra大的Tesco啦 至于那些什么十七九空那些呢 基本上现在英国很多city center的店头呢 都是吉的 还有我们自己不是住在那一区呢 就尽量都不要踩那一区啦 因为我们不是最贴地去了解那一区的生活嘛 好啦废话说完了大家慢慢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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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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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